欢迎收看铜板美食假套套 我是苏纸杰 节目一开始 跟注美企到桃园龟山吃面线 它的配料不是常见的鹅啊大肠 而是主打中卷 想要靠不一样的特色 在竞争激烈的餐饮界 杀出一条自己的路 老板原本是科技业主管 后来破釜成舟改行卖面线 让人生后半场能自己做主 也有不一样的可能 灯亮一服当关 老板陈颖峰正挥汗冲刺 实劲搅拌 面线转出漂亮漩涡 让人食欲跟着沉默 他的面线好朋友不是鹅啊 而是坦压中卷 光是迈向就走浮夸路线 海放一般的面线同业 谢谢 我吃到其他地方没有吃到的 像小卷啊 有羹类的部分 陈永峰的碗里 看得见的主角很抢眼 隐形的配角也得恰如其分 才能跟主角完美共演 勾芡本身是面线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你勾芡如果没勾好 这锅面线 如果你下的比例不对 可能吃起来口感完全不一样 面线勾芡 冬天勾浓芡求保温 夏天勾薄芡求清爽 江湖一定绝 说铺不值钱 但若分寸没掌握好 勾芡就变成抱芡 这就是陈永峰为何如此 吹毛求疵的原因 有一些女生她不喜欢吃勾芡 因为她觉得热量比较高 那你勾太浓她就不来了 后厂厨房忙进忙出 老板娘陈宏林手脚麻利 屏洞渝港冷冻直送的新鲜 蒸卷汆烫后 成堆海味沉着鸟鸟白烟 在鼻仓行风作浪 准备登场铺展惊叹号 她如果跟身体一起下的时候 身体会散发出那个红色的 红色素 所以如果这样子那个头那个白白的 会变成染色 就不好看 配角大肠 用酱油膏 砂糖 黑胡椒 等八种佐料合力乳制 从调味到香气 口感软硬到适口度 陈永峰擅长用家常味道元素 变出不寻常 规模到九层塔 九层塔的那个形状要折成像花一样 不可以一片一片的 双手片刻没停 陈宏林嘴巴也不停 抱怨先生对细节吹毛求疵 虽然理解其中有职人代客的用心 和逻辑 但还是受不了她的遂罪念 来 谢谢三国定律 这有多说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在家里面相处久了 也就算了 可是在工作场合里面 就会有点摩擦 从最阳春的路边摊车起家 陈永峰非常能同理 出外人三餐假臭霸 求迅速 能好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线 那是忙碌节奏中的 片刻喘息 和确信满足 所以即便做的是小吃 他的用心可不少 龟毛到连碗块温度 都要斤斤计较 以前在户外的时候很冷 所以冬天要看完 评估之后得出结论 面线可以吃巧吃饱 爱这位的人多 从早餐到晚餐 外加点心宵夜都适合 陈永峰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要卖面线 凭着丰富的吃食经验 培养的味蕾敏感度 自学出师 在电子业拼搏十三年 从基层业务爬到海外总监 带你优渥 月薪六位数起跳 口袋满足了 但心却始终空虚 缺乏安全感 人事斗争复杂 担心裁员减薪 出国差旅频繁 当空中飞人 让他无比厌倦 一次日本的出差 在时速三百公里的新干线 商务舱座位上 窗外飞逝的风景 束呼而过 浮光掠影快速变换 瞬间急逝 让他发觉 看似精彩的生活 其实缺少了能够握在手中的 安定踏实感 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想要再飞了 因为每飞到一个地方 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一下子你突然跟我讲说 你要创业卖面线 然后我们又不是吃个专科 那时候真的是有大草一家 陈宏林原本是电子公司的财务 加上先生的优渥薪资 双薪中产衣食无缺 陈永峰突如其来的辞职决定 不只外人难以理解 也让平静生活叫成惊涛骇浪 我跟妳讲 嘉宁和你自己有 他直接跟我 你不要在电视上讲这个 幽怜死了 我们离婚了 然后又复婚了 为了卖面线 差点陪上婚姻 陈永峰人生下半场 一开局就梭哈 最惨的时候 一天只卖出三碗 认真和用心 总会被看见 被欣赏 后来陈宏林眼见深夜 忙不过来 只能一起撩下去 孕音架也泡在店里 忙到昏天暗地 后来干脆辞去财务工作 全力帮忙先生 就是他坐到摆咖了 然后他也在那边弄中卷 绑护腰摆咖 然后弄中卷 对 然后就觉得说 认识他快三十年 没给他过 也没给他到中年过好日子 然后让他在那边辛苦这样 两人一搭一唱 伴嘴吵闹简直是欢喜愿家 却也相互扶持三十年 建中自由男和北市商学生妹 在K数中心的浪漫邂逅后 仍仿佛昨日 有一天就停电了 我就跟他聊天 就才认识他 对啊 就这样一段聂言 而波折总是不安分 疫情期间扫本生意门可罗雀 电租 水电 瓦斯等开销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福气俩心慌但不心灰意冷 照样成心待客 也意外收获人情的温暖回馈 你们先坐一下喔 我快好了 我快好了 有一次我们生意不好 客人提着两串卫生纸来我店里 他怕我家里没有钱买卫生纸 一坡未平 一坡又起 陈永峰在厨房拼足全力 好不容易撑起的小小天地 也累积了大小职业病痛 手肘受伤啊 然后膝盖已经不能弯了 然后腰也受伤 腰受伤很多次了 然后还有那个高血压 陈永峰弯腰迎来事业第二春 创业六年 接待过数以万计的客人 他也拔与每位客人的相遇 当成一期一会 这有些客人跟着我们 我们得到了很多 不一样的经验跟回忆 那这些都是如果我在上班 做电子业不可能有这样的经验 人生下半场改行创业 陈永峰遭遇挫折 却也变得更强韧 有弹性 千丝万缕的面线 交织成创业故事的经纬 碗里的味道多了层次 也有了云韵 简单的卤蛋 小黄瓜 番茄 火腿夹进炸面包里 就成了许多人喜爱的 营养三明治 也是基隆的美食代表之一 其中这个招牌 开业超过二十五年 女儿接班之后 把原本在半导体业上班的先生 也拉下来一起经营 做三明治就像生产晶片一样 步骤标准化 品质也越来越好 二十七个 今天把他买三十个 很好吃 他说很好吃 所以我差不多两天来买一次 面包放入一百八十度的油锅里 不一会儿就炸得黄沉沉 看颜色 然后再来就是看它的状态 就是我们会去刷刷看 它表面有没有酥脆的感觉 对 那其实看一下颜色 其实差不多就可以起来 从中间剪开 加入沙拉酱 番茄 小黄瓜 烟熏火腿和卤蛋 看起来疗愈 吃起来耍脆 面包很酥啊 里面的馅料也好吃的 不会很腻啊 小黄瓜比较清爽 感觉住这里 然后从小吃到它 就面包很酥脆 而且每一拿一支 都不会到很腻那种 曾经涨下多 前三个一百吧 他现在三个一百 我就觉得好像还好 每个基隆人 其实都有心目中 最爱的营养三明治 在安乐区交流道旁 虽然车潮川流不息 总有许多掏客 为它停留 吃开那个没有火腿 对 只带撕开的 主要就是它东西好了 新鲜 你东西都是要新鲜 人家才会常来买 好 口味也很好 他们中午才开始卖 大概11点吧 大概就11点 真的是好酷 好像都知道 自己也开 对 知道 口感酥脆的甜面包 凸显出卤蛋 和火腿的咸香 配上新鲜的牛番茄 腌过的小黄瓜 降低了油炸食物的油腻感 开业超过25年 不知老顾客定期报到 摊子在第二代接班之后 改成明亮的店面 吸引更多年轻的新客群 谢谢喔 谢谢 谢谢 就是有店面感觉 比较卫生这样 好吃 喜欢 怎样好吃 面包好吃吗 面沙拉酱好吃吗 对啊 许丽婷从小在店里帮忙 同学假日玩乐时 自己都在忙着炸面包 从小学生机就炸了 对啊 就是帮忙这样 已经熟悉了 感觉闭着眼都会做了 许丽婷和姐姐两人 从小跟着父母亲边做边学 东西要好吃 新鲜 简单 最是美味 做吃的其实就是良心事业 就是你自己要做 你自己爱吃喜欢吃的 你敢吃的 不要太复杂啦 我觉得有时候东西 把它弄得 就是不是它本来的那个风味 我觉得反而 有点失去它本来的那个样子 你吃几年了 他们这家 也蛮久了 也有大概十来年 主要是它就是好吃 就很简单就是这样子 虽然食材简简单单 但每个准备的环节 还是不能马虎 除了面包 现点现炸 保持香酥的口感 卤蛋也是每天一早 新鲜现卤 小黄瓜切片之后 用盐和二砂先腌过 才能够去除深色的味道 至于又红又饱满的牛番茄 切好之后要把切面朝内 以免流失水分 吃进客人的嘴里满是鲜甜 全素的话就是四片番茄这样 把它摆满 下面都铺黄瓜这样 也有这样子 都可以 对 都可以 其实就是蛮常客制 你要美乃滋多一点少一点 都可以 对 都可以 还有人不要蛋黄 那就好 我尽量帮你挑 对 我帮你把它挑起来 餐饮业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客人 站厨房又热又累 忙起来根本没得休息 念书总是名列前茅的许丽婷 大学毕业之后愿意回家接班 就因为骨子里不服输 也不想让自己后悔 她们姐妹 我说 要不要接 不接的话 就全部要收起来了 也有点可惜 对 就是她想说 会不会真的很可惜 想说做做看 是不是比较不会后悔 年来就是学了蛮多经验的 这样子 不管是管理 食材 年轻人重视形象包装 于是把老旧的摊子 装潢成透明玻璃的厨房店面 还架设了网站做行销 但是这些投资都要花钱 必须父亲点头 当然一下子要投资那么多 而不是我们能力所及嘛 所以想一想为了将来发展 还是值得投资的 我们这是坚守传统的思维 现在想来 还是他们的想法是比较OK 才会跟得上时代 许丽婷笑说 父亲能够被说服 也是因为自己的身旁 有位好战友 就是好女婿啊 他就很会 他懂人家想要什么 我觉得 他可以安抚他们 他又认真 这样就够了 来红军原本是前途看好的 科技新贵 因为爱相随 栽入了餐饮业 理工男专注务实的特质 发挥到了极致 制作面团也讲求科学 那这样客人收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才会是从头到尾 我们都是chec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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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产品 至少有十几道 都是有减合的站点 面团发酵 因为湿度温度有所不同 全程监控抽样称重 来红军把面团 当成生产晶片一样 不合格的必须丢掉 大大挑战上一代的观念 他就是会觉得说 这些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卖 但是对我们来说 这个就是不符合规格的东西 它就是要被丢掉 那我们就想办法 尽量让合格率是高的 量率够高 那这样不会说 每天丢的东西太多 它会心痛 来红军还要求 长椭圆形的面团 要再用统一的手法整形 卖相更佳 口感才会更好 算是整的 它是比较圆 比较大 那客人在吃的时候 看到的东西是饱满的 圆润饱满的 而不是尖尖的 所以你在吃进去的每一口 它跟料的比例是一致的 不会说我头很尖尖的 吃下去然后感觉料很多 然后吃到中间 面包怎么这么多 标准化的作业 监控每一个步骤 面包油炸到什么程度最好吃 由色接卡来对照 涂多少的美乃滋 也都要顶量 差不多一包可以做三十条 一条大概有二十克 如果你没有说 特别要说多或少的话 所以现在很多都 这么标准的SOP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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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来多少面包 我就配几包美乃滋 其实算是一清二楚这样子 第二代接班之后 提升了品质 明明口味没有改变 但还是有客人质疑 在网路留下负品 两个 我们不会随便去改变客人 本来他想要的那个味道 我们其实一直都差不多 都是这个样子 没有看到老老板啊 我觉得他们可能都会觉得 这才是他才是灵魂 会往心里去吗 现在渐渐不会 以前很走心啊 压力很大啊 对啊 但是就自己要调试啦 从父亲创业开始 一天只卖出五十条面包 后来一百条 两百条 翻倍成长 如今连同供应给加盟店 一天要做出六千条的面包 也让基隆这项特色美食 能在全台遍地开花 毕竟这个牌子也是二十几年了 那它累积的客人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不会说 都是我们的功劳 对 我觉得 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那每年都成长 就是我们坚持我们品质 得到的结果这样 有个不要火腿 不要火腿 太丢 洛伊不绝的人潮 一次外带十几二十个三明治 大有人在 也证明这传统的口味 始终受到大众的肯定 如今第二代接班之后 注入更多的创新 等着客人细细来体会 在彰化鹿港巷弄里头 有一家天天排队的素食豆包面 店家每天现包现炸的豆包 价格便宜又料又实在 许多原本不爱吃素食的客人 竟然抢货抢到吵架 现在老店已经交给儿子经营 但妈妈舍不得退休 她说只要一想到客人扑空吃不到 她就会觉得很愧疚 张碗烫面 谢谢 来 这两个 你要两个干啤 这先来 等一下 那等一下 来 来 两个干啤粉四个烫好了 一 三 二 十点半准时开摊 这是林家一家人 上了贡的日常 整个都没了五条 好不好 五条 好 好 一 二 二 大哥点餐 弟弟烫面 两个主节内容点单还不够 小小鹿港老民宅 妈妈得要前店后厨房来回穿梭 偶尔更要出动妹妹负责公寓外带 就算如此 用餐叠蒙的人容也未必消化得完 如果说这万头传动的画面 几乎四十五年如一日 外人可能认为浮夸了才不幸 但清凉姨和先生的素食面摊 确实是真的有其魅力所在 一开始的时候 慢着好吃 没有人家就很紧紧了 时间到了 我们邻居说 老公那人家的屁股 时间到了大家就来了 他的豆包跟外面的素食豆包 完全不一样 我从小的时候就来吃了 然后我爸吃到101岁 要往生的那一年他在住院 他还是坚持他要吃他们的 你喜欢他 喜欢因为他很Q 你觉得这口味怎么样 你把这种转工来吃 你看口味好 豆干现炸 包进红萝卜和笋子的豆包 也是每天一大清早新鲜现包 猜不透的生意秘诀 梁老说 说穿了就是坚持原味跟新鲜 但要打从开业第一天 一路坚持到今天 靠的就是坚衣的信念 坚持又好比有豆芽菜豆制品 量少或缺食 也一定不拿添了漂白剂的 生意量大 人多在即 汤头也一定用甘蔗黄豆芽 熬足甜心 做得很累 有这种感染 也是这种人家 要给我们高官 我们才有感染 还有一个就是 旁边在 鸡麦盆 这两个正好做我们的家庭 这是跟我同年纪的 这也差不多年纪的 阿嬷正好做我的妈妈 85了 85了 对 所以大家做的都合到天 每天这样做也没感觉很累 嘴里才说不累 但五六个薄薄妈妈 拾来双手 一个清晨 大伙折好的豆包 清凉仪不仅全程包办炸工 面摊上所有塑料的油炸 达从年轻企两夫妻也从没找过人带过工 毕竟当年先生当兵退伍后 就进到塑料工厂上班 对于品质把关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 而当时的清凉仪也正好就在同一间工厂 只是婚后 先生换到农机场去当业务 天天都得骑着机车四处跑 那时他一心都车祸平船 然而才会兴起 不如转行做声音的念头 每天都跟他说他在乘搭 看到车祸 去跟他倒三天 常常都很晚才回来 我们有感觉我们会怕 怕先生出去来出事 常常回来都过去乘搭 那个乘搭塞了一时车祸很多 都去跟他倒梗倒磨 他都很热心 小本生一百百种 两人一刚开始倒也没想到 彼此的专精就是塑料 反而认为卖兵较没门槛 偏偏路口的刷冰滩 在九月迎来第一道西风后 就顺道也把客人给卷跑了 我们就把出品家里的长辈说 他说六港就是这样 如果九月九 九港风很烫 他说 再来你要找什么 他说 我也不知道 他说六港没人在买菜 没你都买菜 直到现在 夫妻两个总还是认为 当初建议卖素食面的那位长辈 是人生中的最大贵人 而哪怕清良姨从13岁 就在塑料厂一待九年 面摊开张前 两个人也还是特地请教朋友 学卖面 再针对老陆港人的口味喜好 做调整 豆包夏天如包笋丝红萝卜 冬天就改换红萝卜与高丽菜 豆皮面包蛮多料的 可以吃到那个红萝卜跟笋子 甜甜的蔬菜的味道 口感就很像那种 会泡那种麻辣锅的油条吧 就是会有一点酥啊 又那种汤汁的感觉 就清淡啊 有味道啊 怎么讲很和在地人的味道啊 旧宇欣之不论男女老上 总是一吃就是一辈子 老民宅下了白铁桌 更有客人不分情欲天天走进来的 甚至白天开张跑来一次 夜里收摊钱 也非得再晃进一次不可 一家六口五个孩子 似乎也从小看见父母张罗生意的 辛苦点滴 特别贴心懂事 老婆 爸爸来查查 比较大一点就来做旁 比较小一点就带面筋 爸爸 这爸爸呢 我过来面筋应该出责 也是很温馨啊 吃摊不如 没像他们那么拼啊 以前是更拼啊 他们以前更拼 人手没那么多 以前人手没那么多 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人手没那么多 他们也要两个自己做啊 本来哪里哪里啊 一百三十二 岁月如梭 从前小面谈喂的不过是 养活一家 三餐温饱 随着孩子们大了各自成家 两个老伴反而对于 一手养大的老主顾们 也滋养出情感 尽管斗智类缘物料 价格动不动就寒涨 老店里一碗豆包面加一碗汤 金良姨却从不敢掌过一枚铜板 应该是我们一路四十多年 都是一次掌一点点 习惯了 因为老板要去给他 都去农山寺求签 跟副祖说我要去一口好不好 求有签才去 盐水正是因为物美价廉 老客人才会一练数十年 根本舍不得生变 曾经有好一段时日 老板做到掌骨刺 实在无法起身卖面 整整拉下店门好几天 不知情的游客 还追到店门外守住带兔 气得骂骂投诉 而看着爸妈老路大半辈子 做女儿的也曾因为心疼 联合长辈打算劝退清凉仪 想不到最后却反而被说服了 那长辈就有点就是斥责我说 我想过这是你爸爸妈妈 从头从心辛苦苦从无到有 这样子做起来的 他当然会舍不得 如果说你要劝他退休 那道不如你回去 看你会帮什么尽量多帮他这样 就是这是他的算是使命 他毕生的心血 他一定不会放掉 那道不如就是我们多花一些时间 我们能做多少是多少 然后尽量去帮他守住他的梦想 下位 准备好 一碗豆包面 汤虽轻味虽柔 却因一家子一辈子的用心 而显相于甘美 难得的是 喝尽碗底清新净 还能见到屋檐下 不辞子孝 胸有地宫的美好能力 在我们节目的故事当中 常常能看到美食 不但能疗愈心灵 还能修补关系 这位举重选手 过去常常和夫妻请冲突 后来他回家接手家业 一边做小笼包 也一边修复父子关系 他说以前真的不了解父亲的坚持 现在他终于明白 也更珍惜一家人 一起工作的美好时光 这个家可以完整 然后可以这样子 这个工作可以一直持续到现在 妈妈是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比例 她是灵魂人物 对 后来渐渐长大了之后了解肇育症 爸爸前两三年有一次比较严重发病 然后渐渐的比较开始同理心去了解 举重冠军的小笼包 熬得轻而易举却有些沉重 此时妈妈已经燃起炉火 坐定包的专注 春日清晨炸暖还寒的 吹包的蒸腾热气 暖和了岁月的手 更是唤醒贪碎小孩的法宝 几乎是每天都来买啊 对啊 对我儿子喜欢吃啊 小笼包烧麦 对他比较喜欢这两个 水晶饺是我比较喜欢 做妈的一心为小孩 正如许妈妈过去帮老公 现在挺儿子 在外面吹啊 吹得放进来啊 那里面也可以吹啊 对一样吹的我家 不过来啊 就选时间啊 6分钟啊 小笼包是6分钟啊 水晶饺才要移 小笼包不用移 开滩45年 时间有如炊烟散去 城市一宇的宝子滩 不肯齐眼 但总是准时守候在骑楼 照顾着起早人的精气神 9点先来吃4颗哦 对啊 8点啦 差不多8点左右了 然后12点肚子饿了 再吃个四五颗啦 水晶饺 它很卫生啦 每天现包 现做现包 所以有时候客人需要等 真的就是一来就排 排到卖完 压力真的超大 早餐罕见的水晶饺 传承两袋 可见金粉有多着迷 丰富蔬菜的烧麦 是女生的最爱 至于北泡泡的小笼包 和面底窜出面香 内馅调味不强味 要吃出温体猪的鲜 你用葱姜水去压它之后 你反而你整个喉咙 整个胃部里面 反而变成是葱姜水的味道 那就会变成所谓的鲜咪 然后你这种东西吃下去之后 你一整天就鲜咪了 那我们的小笼包没有这样子 就是很纯粹的用基础的猪肉馅 然后跟一般的调味而已 徐凯生靠钢丁把腰给撑住 但手指头灵活 当起擀面棍 一拉一扯摆平了面 顺势包进肉馅捏出折子 他口气不小 含话PK鼎泰风的小龙汤包 如果冷掉来冷掉的话 然后很晚才再吃的话 我的东西其实是真的 还可以跟鼎泰风扛的 我怕我会被网路酸民 终究小龙包和汤包性质不同 难以相比 倒是鼎泰风的成功之道道背如流 最佩服连汤包落下蒸笼的位置 都算得精准 在小摊小资本 还难以添购硬体之际 他自豪自练十年的包子冰法 包出的水晶角 外界也要喊他声师傅了 把它煮起来的时候 它现在温度是整个降下来 它刚起来的时候 温度至少在七八十度 然后七八十度的温度 你要用手去烫烫 然后不会烫脏 很高难度 对啊 所以我说它是公司菜 内馅是猪肉底 再加上特殊香酸味的铜笋 黄咖喱粉 早餐时间分售 为的也是一份送礼的真心诚意 谢谢啊 谢谢啊 虽然妈妈帮着父亲做生意多年 不过难度高的水晶角 始终不会 倒是烧卖包得很顺手 在台北流浪 流浪一年 等于一个月办一次家 对对对 我们家整都没办 对 开始都没办 对 要不要再来 我爸是沉不住气的 对 要再来 父亲靠着做包子 把四兄妹拉拔大 每天起早赶晚 但车祸 压力 身体亮红灯 赢得举重冠军的徐凯生 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里面有六根钢铁 锥肩盘突出加上鼓裂 有轻尾的鼓裂 也是举重选手 都有啦 长期的 其实我有想要离开过 可是刚好又碰到我爸爸出车祸 出车祸住家务病房 然后不得已我还是非得回来接 这十年我在做 我心里面是怨气的 我完全不想要接受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为什么我一定要绑在这里 其实我一度曾经忧郁症 因为跟我爸爸的关系也不好 每天 因为他那时候他也是算有躁郁症 所以其实亲子关系 我们是处在一种很紧绷的状态 工作室定点大 做事手法不同 夫子炒身大作 还好妈妈不厌其烦合适 摊子才能正常运作 妈妈的那个修养很好 妈妈有练过 都已经 都已经很生气了 为人母总也是任劳任怨 现在父亲退位 做包子的主位换儿子 如今许妈的心境是种 狂风咒语后的尘埃落定 我还会做的 代表我身体还不错 所以我今天就是很幸福 我不是小便拿来 自我安慰 健康就是福 还好媳妇也是超级帮手 他感叹 念四叔五经的人越来越少 索性 私塾老实不当了 帮忙老公把家传胃做更大 我的店七点开始营业 最主要是上班族 我们的烧麦其实 很多女孩子很喜欢吃 因为它其实在猪肉里面 它加了很多的蔬菜类进去 台湾式的口感 像榨菜 像芹菜 但是吃起来就是属于爽口的 什么 综合吗 是 这个综合 低调的许爸许妈做了三四十年 就怕猪不来 从不接受采访 直到儿子接受才点头露脸 原来这整容里的小包不容易 冲突 妥协 最终因为妈妈的爱 成了人间最美味 肠粉在中国大陆的广东地区 是很普遍的早餐 据说就是因为滑嫩爽口 因此乾隆皇帝自名为肠粉 而这位从福建 嫁来台湾的陆沛老板娘 跟广东的好姐妹学会了手艺 才开始在菜市场里头 摆摊贴补家用 生意好到先生也放下原本的工作 一起打拼 早安 不要什么 鲜肉鲜香好 不要有冲冲辣的 好 谢谢 拜拜 金银剔透 薄如蝉意 却带有Q弹扎实的口感 搭配甜甜咸咸的酱汁 夏日来这么一盘 软滑爽口的广东肠粉 还真的让人胃口大开 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好吃 酱油跟它肉腌得很香 吃辣的话你可以吃它 加它的辣椒碗加粉 重点是吃得饱 其实以前都会试 就有什么虾子啊 猪肉啊 其实都有试过 最习惯的后来是吃牛肉 有吃过那种蒸完之后 比较干干硬 它的就是还是很嫩 线磨的粉浆倒入铺平 再放上鲜肉 鸡蛋等配料 宛如白色画纸上的一抹色彩 不到三分钟 长粉笼在大火的吹出之下 腾腾滚滚的水蒸气 就像是魔法一样 将诱人的香气 化为一道道手工美食 解暑 降温更让人回味无穷 就是它热的时候 它那个皮是Q的 但是凉的时候 我家哥哥喜欢吃凉的 就是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让它冰镇一下 然后它掀起来的时候 那个皮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在这里吃的时候 皮是拉开的 是一张一张很完整的 就是很好吃 它的口感不一样 冷的吃 热的吃 各有不同滋味 林江广东长粉 做得这么变化无穷的 就是这一位 来自福建的谢子允 加来台湾 原本在家照顾小孩 日子也还过得去 只是不小心有了小女儿 只靠着老公赚钱 要养三个小孩 生活压力实在太大 于是为了贴补家用 就跟来自广东的好姐妹 学了技术做做小生意 会 很激动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我只有这一台 还有一台小小的餐车 就在路边 就这样子摆起来了 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 赚的就是多的 我还可以照顾小孩子 纯粹真的都是为了小孩子 老板你先露的要辣吗 两个都小辣喔 在夜市摆过摊 卖过衣服 能赚多少就是多少 对谢子允来说 可以兼顾家庭 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小小的广东长粉 选在早上六点 就有人潮的传统市长开张 一路从住家附近的树林 迁徙到上班族多 比较能够接受新口味的板桥 才算稳定下来 看他做的时候很简单 可是当我自己做的时候 觉得什么都好难喔 例如背料这方面啊 凡事都要自己去亲力亲为 因为没有做过 刚开始的时候压力大到 头顶都凸了一个洞了 刚开始做的时候 前身都痛得要死 不懂得施力点在哪里 这边痛那边痛 身体已经习惯这个节奏了 所以我们尽量的话 都是手臂这边处理 手腕这边尽量不处理 虽然辛苦 但总是熬过去了 从早上卖到中午 下午还能接小孩下课 但随着课源稳定 又有新的烦恼出现 因为生意实在越来越好 一个人忙不过来 想要增加人手又怕负担不起 于是原本做工程的新生 留信从决定 那就夫妻俩一起做 前一开始我碰 就要我碰生牛肉 我也不敢碰 碰虾子我也不敢碰 因为我这种觉得 那种软啪啪的东西 其实是生的 真的 没办法 后来就接触下去了 压力大把 小孩子什么都要浅了 就头皮硬下去了 就是要开始摸索 辣椒 自己要剥辣椒头 一开始我不知道 没有戴手套 下去剥 整只手蠟了一天一夜 从没煮过一餐饭的流信虫 拿工具的手现在换拿锅铲 虽然变轻却一点也不容易 被油烫过被辣椒辣过 也成了太太最强的后勤支援部队 不比从前搅水泥搬东西的蛮力 现在变成了煮酱油的细活功夫 要先把酱头爆香 让它有味道出来 然后再把我们的酱油放下去 滚了以后 再加入开水 这样子的话 它的酱油跟那个味道 蒜头的味道就会出来 每一间产粉的地方 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酱汁 对 所以每一间煮出来的酱汁 至少你们都会吃得出来 每间不一样 林少老板特制的酱油 让老板娘的肠粉更加美味 两夫妻的广东肠粉不仅要好 还要更好到让顾客吃不腻 四木鱼 牛肉 虾子 蚵仔 台湾人爱吃海鲜 南瓜的话很多人吃素食的 他是方便素的 很喜欢 油葱酥的话 我们是用猪油下去炸的 跟你用买方便的 吃不出它的酥脆味道 然后辣椒也是 我们都是用魔鬼胶下去的 有些人就是喜欢吃我们的辣椒 又觉得吃这种东西没有配辣椒 很奇怪 一方面从增加口味下手 一方面更要坚守 常本美味的最佳关键 配料佐料通通自己来 肉要腌过 虾要自己去壳 就连当日新鲜现馍的粉浆 还要求一定得要一年以上的老米 虽然价格比较贵 但是做出来的肠粉 才能Q彈好吃 我会就是捏一下那个米 看它会不会碎掉 一捏就碎了 那米就不代表滚 那个泡够了 我澄清泡不到半个小时 因为急着抹 泡不到半个小时 整锅都倒掉 它没办法成型 因为它泡的时间不够 它不会成熟 所以从失败中一直尝试 因为我们做久了 我们也知道说 怎样的浓稠度 那个蒸起来的肠粉 会比较好吃 所以都这个没有那个 一定的比例 要看平经验 完全没有那个 一定的固定的比例 因为新鲜 有时候来的新鲜米不一样 虾仁玉米跟牛肉玉米的 放蛋的 好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半年前终于从菜市场的摊子 搬进了店面 有了冷气 客人可以更舒服地享受美食 也为了多给客人一些选择 老板娘谢子韵 还特地利用休假 去跟其他姐妹 学习不同口味的家乡面 现在就由放暑假的儿子 负责长厨 一家只四个人 在小小的店头忙进忙出 用美味的料理 为这个家熬出头 听到麻糬 会想到的口味不外乎是甜的馅料 但你有吃过咸的麻糬吗 在基隆外木山 除了可以欣赏海边的风景 闻到咸咸的海味之外 还可以吃到咸的麻糬 一份乱潮 拍打节奏拦掉 最是舒心 如果再来杯咖啡茶饮配个甜点 海岛假期氛围 就从下午茶 开始自我陶醉 一份乌鱼籽 然后两颗黑糖红豆 对 好 但这里的甜点不太一样 除了甜 还有惊喜的味道 从客人的表情嘴角亮开 在一般人的印象来说 麻糬毫无疑问是个大甜心 但刘冠霖一家觉得光是甜 稍嫌无趣也容易腻 既然店就开在外木山海边 把咸咸的海味 揉进檀牙的软棉里 更有基隆的浪漫海派 乌鱼籽 然后跟干贝嘛 搭配XO醬我觉得也不错 虽然我都试吃看看 那因为上次来的时候 带着嘉莲有白癡 大家都觉得口味特别又蛮好吃的 然后今天经过想说 那就再来买一次 很特别 它吃起来还蛮好吃的 所以今天又绕过来买 特地绕过来买 加虾仔麻糬 外嫩内脆 又配一点红豆跟虾子还不错 天咸天咸的 客人忙着打卡尝鲜 但其实这间麻糬店 已经开业二十多年 是在地人的休闲秘境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 原本是养螃蟹 养龙虾的鱼齿 后来我爸爸 这些鱼齿给打掉 然后弄成 就是古色古香的茶艺馆 卖麻糬以前 刘冠霖的爸爸 做的是海产生意 不过面临市场饱和 竞争压力 二十多年前尝试转型 刘爸爸心想 既然店面在海景第一排 做茶艺馆 泡茶聊天看海三合一 卖茶卖休闲卖浪漫最适合 我爸的那些朋友们 一大批的龙虾肉自销了 然后请我爸帮忙想办法 然后后来我爸才突发奇想 想说如果说把龙虾包入 这个麻糬里面 不知道口感是怎么样 要帮朋友解决难题 刘爸爸也给自己出了个考题 他把海鲜做成麻糬的内馅 一开始没有多少人 看好这个怪典子 但尝过掀起滋味之后 还不得不佩服 刘爸爸的异想天开 和勇于尝试的行动力 除了最早的龙虾口味 后面又发展出乌鱼籽 干贝还有鱼翅 过程中 爸爸妈妈脑力激荡 刘冠霖姐弟两也参与其中 被安排当试吃员 在最爱吃甜的国小年纪 吃到叫苦连天 每天下课第一件事情 不是写功课 是吃麻糬 爸爸会问说 A比较好吃 还是B比较好吃 那B比较好吃的话 他又说那C呢 跟C比呢好不好吃 有一天下课 就是在等妈妈来接送我们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互看了一下说 等一下该不会又是吃麻糬吧 蛇尖味蕾被麻糬黏住的试吃过程 让姐弟俩吃到怕 就像许多电二代一样 暗自誓言长大之后 绝对不接手这家麻糬店 但莫菲定律说 越担心越逃避不了 时间到了机缘来了 弟弟挣扎过后 还是决定辞去资讯业的工作 回家吧 要接就是因为他们年纪到了嘛 分担他们一些体力上面的活 我跟弟弟也是纠结很久 你要在爸妈的底下做事 那一定会备受一些控制 对 就当全家人凝聚在一起 准备改造优化店面 想着一切都会朝着 最好的方向前进 没想到突如其来一场意外 让一家人相拥的心 出现大伤口 我弟那时候发生交通事故 然后就意外离开 爸妈就变成是丧志的情况 就是对于人生没有什么希望的 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就是 这个伤口好像永远不会好一样 弟弟才接班一年 却意外离开人世 就怕触景伤情 刘冠霖和爸妈 好长一段时间 不敢再踏进这间店 无心无力去多享 麻糬店面临的收摊危机 刘冠霖从小和弟弟的感情紧密 失去手足 让他的世界失去了平衡 但是在老爸老妈面前 他得故作坚强 当他们的搀扶支柱 尤其当时身怀六甲 是最怕伤心 情绪起伏大的阶段 心里再苦 也只能硬撑往肚子里吞 我其实很多次就是 就是带我爸妈去看心里医师 然后医生就会问说 还好吗什么的 那我也不可能 当着我爸妈面前说我不好 那我也就是只能就是 带他们看完医生之后 就是回家自己哭 刘冠霖冠决定 接下这间店之后 一间单起所有店里的工作 幸好先生 公公婆婆也相当支持 只不过看看他瘦肉的身躯 穿梭在厨房后场 不光是意志力惊人 做麻糬真的也没有这么简单 那干杯的哪个不要相差 好 但我看起来还是破了 你怎么办 我帮你用补救的方式 像OK帮那样子 帮你把它黏起来 从电锅拿出麻糬皮 再到赶开麻糬 这过程还真的没有看起来轻松 要替弟弟完成 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理想 让自家店能够历久弥新 长久经营下去 刘冠霖冕决定重新装潢店面 风格 清新路线 顺应现在的打卡风潮 以及配合周遭的海景 一步一步慢慢做 他相信弟弟一定看得到 内心就跟他说 你有空来店里 就是寻一下这一次的改变 我改变成这样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就像麻糬一样 经过各种油捏敲打最终成团 刘冠霖冕历经伤痛 不被击倒 努力把一家人黏在一块 为了圆满缺憾再重新出花 看似普通的麻糬里 不寻常的珍爱滋味 值得细细品味 感谢您收看这周的铜板美食假套套 我是苏智杰 我们下周见